《环保园》 是香港第一个专门为回收业建的设施 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原材料量都是不足 大概是我们设计的产能的三至四成度 我们开始开厂了 突然出了六个出口牌 在我那一行就不是说要有什么资助 不是就是政策 我觉得限制出口也不行 应该是公平地可以做到一件事 不可以说只是交给香港 做回收, 但收不到废材料 政府应不应该再帮? 首先运送到环保园 足够环保园去处理的废物 我觉得这个有先后的次序 人家都面对一个很高的生产成本 都能够是欠赢过你 七毫子租的环保园的朋友 那可能你也要想一下 环保园耗资超过三亿去建 投入运作超过十五年 怎样才可以物尽其勇?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屋企煎野, 酒楼炸野 加加买卖, 全港每日产生不少的废食油 除了倒了它, 现在还有新出路 变造生物柴油 现在油价不断升, 你可能觉得做生物柴油 应该挺好赚 不过香港环保园这间的回收厂就说 它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亏钱 为什么呢? 这些是我们工厂做出来的生物柴油 达到任何一个国际的生物柴油标准 不要看成品这么干净 这些生物柴油, 原料是来自港九新界食市 收回来的废食油 在这里进行脱水、脱渣和提顺等等的工序 就可以成为环保燃料 十几年前, 其实这些废食油 大部分都拿回去给人吃 我们很希望解决了食物安全的问题之外 也都可以将这些废食油变造生物柴油 是一种干净和洁净的能源 王耀光是设计这间工厂的工程师 他的公司也是第一批进驻环保园的造户 我们2007年进入环保园 我们投资了接近一亿元港币 去建设设备、招聘人手、营运这间公司 无论是设计、调试、营运 都是香港人的团队去做 可以说100%是design in Hong Kong、make in Hong Kong 生物柴油在欧美国家已经非常普及 王耀光形容他们的产品不受没有出路 不过投产这么多年 结果是公司一直亏钱 我们现在的工厂的产能设计 一个月是可以去入料、入投料 1500吨这些原材料 我们可以做出大概1300吨的生物柴油 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的原材料的量都是不足 大概是我们设计的产能的三至四成 我想现在和我目标想收到的有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 收不到废料 工厂部分机甚至要停机 原来作为环保员的租户 他们必须以本地的回收物为原材料 但就算每间食市都有废食油 他们也未必够出口上赚 我们要营运一间厂 有很多灯油火纳 要养几十人 那个营运的成本是高的 对比起一些做简单预处理的出口商 他们的营运成本是低我们很多 变了他们能够出的价钱是比我们高的 那么多年以来面对最大的问题 都是原材料不足 我也深信在环保员的大部分租户 它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由2017到2021年 本港都市固体废物的回收量 每年大概有150万至180万吨 但当中八成半以上 会出口去到其他地方循环再造 而环保员平均每年只是处理 大概25万吨的回收物料 同样开不了机架 还有环保员这间全港唯一的 原宣电池回收中心 在我们工业界那方面 每个人都知道 你交杯交碟就可以减减 很多方面的用途都可以减减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减减的 电池 电池无论哪种电池 只可以猛急剧地增上去 这说法 回收量也应该是急剧增加 但实际是 我们收到100吨也没有一个月 因为我们最高的产能 就是可以破碎10吨电池一个小时 如果一个月收到100吨 10个小时就完成了 那就停工了 原宣电池由塑胶、银和硫酸组成 主要是用来做汽车电池 和大厦设施的后备电源 根据法例 废原宣电池是属于危险废物 要由环保署认可的收集商去处理 禁止放在堆填区 因为它有墙水、有流酸、有盐 放在堆填区 始终它有那个胶底 都会碎穿的 有一天 碎穿了 那些墙水、盐 就会渗透到土壤那里 极端污染 环保署的朋友 是高官来的 他说你又懂这些东西 那怎么不想一想 要帮香港 我好,我研究 知道政府有心在本地 处理废原宣电池 庞热2012年投资过亿 开始筹备回收厂 成为环保园第二期的租户 一心想做到零排放 破碎厂就是一个破碎机 但是要清理那些墙水 又要清理那些源 又要清理那些胶 又要清理那些空气 那些空气就排出 就真的等到它零排放 没有二氧化碳出到来 不成当庞杰全速设计 和建厂房的时候 市场就出现了一个 他预计不了的变化 那时候只有一个出口箱 但是我们进来 我们开始开厂了 突然间出了六个出口牌 变成一个自由市场去增 是极端难做的 首先说一个工业用地 其实正常都要十几元一呎 所以你计一计 十五万呎成十几元 是多少钱的租金 人工、保险、长地的租金 或者一些洗费 维修、维修、电力的电费 或者其他之类 所有东西 我们一个月的成本 最少都要过百万 他说回收出口箱 仍然肯给比较高的价钱 去回收废料 是因为资源有价 好像这些 我们可能回来 我们是以敦计 去给钱一些客户 他们都会 因为都要有一个慧悲 给他们 告诉他们 其实里面 因为都是金黄铜铁石 都是值钱的 那我们就全部 都要有一个回收的价值 所以这些 不是一般人看到的垃圾 这些是叫再生资源 但是郭可怡都认同 本地处理废料是最理想的做法 所以他公司 最近也参与研发环保科技 将电动车架 废理电池 整成锄电的设施 给户外大型活动用 每个国家都希望 自己本土运作 本土处理 我们都希望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一刻 是不是真的全部人可以 我又不觉得全部是可以的 我自己就觉得 应该是公平地 可以做到一件事 不可以只是交给香港 如果说真的 你同一个问题 香港如果真的 那间公司倒闭了 那我交给谁 环保园占地20公顷 耗资超过3亿距起 现在合共有9个租户 在这里处理不同的回收物 有立法院认为 环保园租户的营运规模 和回收出口商没有得比 废物 就是用来循环再做 中间牵涉的过程 有机器 各种资本投入 和你将它打包 夹好它 放入一个货柜 放上船 就是车出口 那个成本是很不同的 大家去收集这些费物的时候 大家处于一个 大家不是一致的 同等的水平上去竞争 经营成本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一些出口商 都是要去拿牌照 这些牌照 亦需要有指定的机械 工人技术才可以拿到 更加要安排 运输 在疫情之下 航运成本比以前高了10倍 所以大家都是经营困难 就不是说 我在外面的出口商 我就特别轻松 绝对不是这样 现在进驻环保园的租户 除了有长期用地 租金也有优惠 平均的赤租只要2至3元 陈克勤认为 政府已经帮了他们很多 最近政府也有些补贴给他 所以他现在 环保园里面的朋友 是用7毫子一呎 如果人们都面对很高的租金 很高的航运费用 也很高的生产成本 都能够是欠赢过你7毫子租的 在环保园的朋友 可能你也要想一下 你自己的经营模式是怎样 我们知道环保园在租上有些优惠 租约又长些 但最重要的是 政府的这个辅助 环保园业务的措施 是否达到目的 用了他的容量去处理费物 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 即是说这个政策不够力 或者没有用在重要的点上 所以是要检讨一下 政府投资这么多钱到环保园 做户做不住 社会都有损失 政府在环保这条路上 要如何平衡各方利益 我们下一节再看 政府用3亿公帑建环保园 希望促进本地回收再造业的发展 大部分租户因为收不到废料 工厂一直开工不足 也有租户得稿环保主席帮手 确保原材这个供应充足 但一样都是做不住 为什么呢 这是环保园里面的一间废墓回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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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板就成为木粉 再经过木煤基压实 就会成为一粒粒的木煤 这些木煤燃烧的时候 会出二氧化碳 但因为它在生长的时候 也吸了二氧化碳 放出氧气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是碳中和的能源 木煤在欧洲很多国家 都列为是优先采用的环保能源 一吨废墓可以整成一吨木煤 不过以2015年为例 香港每天气质398公吨的木材 估计全年超过14万5千公吨 不过本地回收循环再造量 只有1千公吨 王永明于是与政府特成协计 可以到堆填区回收废墓 他形容是一条绿色通道 因为香港对于废墓的气质 还是不收废的 所有堆填区都会接受这些废墓 有很多人就会把卡板 和其他废墓一起扔掉 我们这家厂原本设计的目标 是每天处理到80吨的废墓 这里晚上都可以工作 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环境就是环保原 我们如果做到两班制或三班制 我们的产量可以翻倍 解决原材料问题 又可以创造洁净能源 本来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谁知王永明承接回收厂一年 内地将木煤定为废墓税料 禁止入口 就是这样 他的公司陷于停滞 其实可以影响到超过九成 为什么呢? 当时我们做多少 就可以入多少大陆 我们做出的成品的去向 就有点不畅信 不畅信 那些东西就会堆在那里 政府就说 我们的投入和产出 不是很成比例 所以他们暂停了这个绿色通道 当年内地限制木煤等24种洋垃圾入口 也广泛引起回收业界的关注 政府曾协助本地废纸回收业 提升业界的回收分类技术 和内地持续协商沟通 和开拓其他市场等等 王永明于是都去找政府帮忙 希望他们能否帮我们 和中国有关当局协商 让我们进去呢 他们都帮我们试问 结果告诉我们 都是帮不了我们 我们都想开拓其他渠道 比如台湾、韩国 我们都出口过去 但是因为成本和运费的问题 我们都做不到这个方向 去到2021年 虽然全年本地回收量 去到大概1万公吨 但每年仍然有大概 超过9万5千公吨的木材 扔到堆填区 王永明也一直未找到 比较好的销售渠道 到现在 产能仍然只有10%至20% 所以相对来说 影响更加大 这一天环境及生态局 第一次邀请环保员的租户 去到政府总部开会 多个租户都期望 政府会有具体的政策 帮到他们 有立法议员也认为 将废料留在本地循环再造 才最符合环保原则 就是香港人制造的废物 由香港人自己处理 既然当年环保原 已经走出这一步 其实政府有想过这件事 但如果你把废物 由原料开采、制造、组装、运输 一直到使用和气质时 所产生的温室排放 温室排放越多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大 所以将废料 运到其他地方处理 摊排放自然会增加 环保这个事业 首先应该是环保行先的 政府应该有政策率率 率先足够环保员去处理的废物 我觉得这个有先后的次序 当你将那件回收物料 转做原料的时候 要看你用什么技术 或者是什么方法去做 因为那个过程里 其实都会产生碳触印 所以你单纯说 我将它运走 就会有一个碳触印 其实是不准确的一个做法 香港零排放的工厂 不用运用那么多千里路 一直在烧油 产生很多二氧化碳 那当然是干净很多 那就是目的环保员 你运到外国 是不是一定是碳排放 是会最高呢 运出去或者所有东西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 肯定的工厂 是环保地处理就已经可以了 现在环保署 是参考1989年订立的 巴塞尔公约来管制 是香港的废物出口 这条公约列明 国际间应该减少制造和移温废物 都有不同的优惠 所以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 如果再做一些 由这些太过倾斜了 有雨会人士表示担心 政府的政策 其实就是我们想在一个 维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一个商业模式的环境之下 去发展本地的回收业 他强调环保署一直有同业界沟通 也曾经因为业界的需要 推出不同措施 例如是将环保员的租约 由10年增加到20年等等 始终它是一个商业模式的运作 市场上的变化 其实它作为一个经营者 它自己要考虑 但是我们看回以往的经验 我们每次招标的反应都不差 香港土地是比较珍贵的 如果有一个20年这么长的 年期的土地供应 变成他们在香港做回收行业 已经解决了一大难题 就是土地的问题 其实我们觉得那个吸引力还在 环保园投产超过15年 有5个已经离场 但是也有一间纸张制造厂在筹备中 环保园以至香港的回收业 应该如何走下去 由纳法议员认为是时候去检讨 尤其是在未来的发展里面 香港要达到可持续发展 以及要走向高增值的话 其实环保园的角色 是否适宜地要做一个优化呢 还是政府行为是否要加强呢 还是环保园现在说 有机会再扩建的嘛 第三期 如果环保园要做的时候 不是只说第三期 我扩建多少公顷的地方 而是同时考虑到一期二期 过多年的成效 是否应该再重新定位 环保园的作用呢 他认为本地处理和出口废料 未来仍然是要双轨并行 但都应该以本地优先为原则 如果是真的做到一个高增值的一个行业 其实是可以调转的 我们是可以举手其他地方 可以送一些所谓有用的废物 来到这边做处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做好的饼 做好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是具竞争力的话 这个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我会怎样呢 其实我们都会继续跟那个业界沟通 看看他们有需要 而我们看看现在的状况 其实就是本地的回收物 就是随着我们的政策路 续续不停地落实 或者推出新政策 我们看到本地的回收量会越多 简单来说就是那个饼会越大 其实处理本地的回收物 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再做多一点 垃圾蒸费计划最快会在今年内推行 业界普遍认为会为本港的回收业 带来新气象 到时又会为整个环保业界经营环境 带来转变呢 今集新闻透视到这里 下个星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